大家好我是虫鸟厨 之前我们去饭店吃的那个新品 就是黑松露草居种瓜苗 一直没有分享出来 很大部分原因就是 第一批买的那个瓜苗被我们试验吃完了 所以我老公又在网上买了一些这种新鲜的瓜苗 这个买回来过后要修剪一下 这种虚太长了 要留一点点像这样 这种新鲜的小黄瓜这种花是可以吃的 不要给它拆掉了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 这个要在网上怎么搜索 你只要搜索新鲜小黄瓜 它都会跳出很多 这次我老公买了两斤花了三十块 这种虽然单价很贵 但是可以炒好几顿好几顿 这个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冰箱还有 好了我们一次就炒这么多就可以了 接着倒入鲜水调洗干净 然后再洗一把鲜中筋 准备两个大蒜切片 一小块红椒斜刀切断 这个主要为了装饰 锅中开水加一勺盐子加底味 适量的食用油增加食材的量子 接着下入瓜苗跟鲜中筋焯水一分钟 提前把这两个焯水一下 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 而可以去除一些杂质 好了关火 锅中倒食用油 先下入蒜片炒香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黑松露了 加入一勺 这个一小圈就一百块 先把黑松露炒香 接着加入少论清水 加一小勺盐 一勺生抽 接着下入数位食材 红椒不要忘了 然后开大火翻炒20秒 好了我们倒入一点点水淀粉够芡 包火 一道非常新颖又好吃的黑松露炒鸡中瓜苗就做好了 今天中午做的菜都比较清淡 这个是白菜汤 加了一些海鲜干货 双椒牛肉粒 胡瓜炒花鸽 哎呦哎呦好多毒物啊 这个是黑松露炒鸡中筋瓜苗 瓜苗好呗 什么表情啊 吃吧 这一种可以加 想加多少黑松露加多少黑松露 但成本就会比较高一点 加 宝贝 奇怪不能放在这里 嗯 妈妈为什么这种小黄瓜叫瓜苗呢 不长大呢 嗯 平总就是这样子了 这个叫小黄瓜 也可以叫小黄瓜 这个瓜苗吃了吃的我都不能吃 哪一个 瓜苗 瓜苗还有啊 不要舍不得 喜欢吃多吃一点 瓜苗苗苗 瓜苗苗苗 妈妈喂 瓜苗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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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跟东卦有点像 小达 还要不要吃鸡松菌 小心烫 妈妈 花花 那可以吃宝贝 还有 好长 没有 还有 还有 妈妈 好长的 让伯伯吃起来 让他们吃起来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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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